日本五大城市投资收益率怎么样? 日本五大城市的投资收益率会因多种因素而有所不同 包括房价水平、租金水平、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等 以下是一些日本五大城市的一般情况 东京、Tokyo 作为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东京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备受关注 房价相对较高 但租金水平也较高 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租金收益 投资回报率通常较为可观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之一 由于其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 东京的房地产市场一直备受关注 以下是关于东京房地产投资收益率的一般情况 房价水平 东京的房价相对较高 尤其在市中心和防华地区 高品质的公寓和住宅物业价格较高 但也有较大的升值潜力 租金水平 由于东京的租房需求非常高 租金水平相对较高 稳定的租户市场和租金收入 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投资回报率 投资回报率会因购买价格出租率 运营成本和贷款利率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东京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 特别是对于位于防华地段的高品质物业 区域差异 东京有多个区域和街区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和投资回报率可能存在差异 市中心地区如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 通常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需要注意的是 房地产市场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包括经济状况、政府政策、人口流动等 投资者在考虑东京房地产时 应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和静止调查 了解当前的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 此外 与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合作 可以提供更详细和个性化的投资建议 大阪Osaka 大阪作为日本的商业中心之一 具有发达的经济和商业活动 房价和租金水平相对较高 但投资回报率仍然可观 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中心和人口密集地区 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和文化城市 以下是关于大阪房地产投资收益率的一般情况 房价水平 大阪的房价相对于东京来说 较为适中尤其是相比于东京市中心地区 然而 房价在不同的区域和街区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租金水平 大阪的租金水平相对较高 尤其是在繁华地区和商业中心 由于大阪是一个商业和旅游目的地 租赁需求较高 投资者可以期望获得相对稳定的租金收益 投资回报率 大阪的投资回报率一般较为可观 尤其是对于位于市中心和房华地区的物业 然而 具体的投资回报率会受到购买价格 租赁率 运营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区域差异 大阪有多个区域和街区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 和投资回报率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新斋桥 道洞窟 煤田等防华地区 可能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需要注意的是 房地产市场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包括经济状况 政府政策 人口流动等 投资者在考虑大阪房地产时 应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和静止调查 了解当前的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 与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合作 可以提供更详细和个性化的投资建议 明古屋 明古屋是日本重要的制造业和工业中心 也是日本的第三大城市 房价和租金水平相对较低 但投资回报率仍可期待 明古屋是日本的第三大城市 也是重要的制造业和商业中心之一 以下是关于明古屋房地产投资收益率的一般情况 房价水平 相对于东京和大阪来说 明古屋的房价相对较低 然而房价在不同的区域和街区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租金水平 明古屋的租金水平一般较低 尤其是相比于东京和大阪 然而稳定的租赁市场和相对较低的物业成本 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定的租金收益 投资回报率 由于明古屋的房价和租金水平相对较低 投资回报率一般较为可观 投资者可以期望获得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区域差异 明古屋有多个区域和街区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 和投资回报率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明古屋站周边和防华商业区 可能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需要注意的是 房地产市场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包括经济状况 政府政策 人口流动等 投资者在考虑明古屋房地产时 应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和静止调查 了解当前的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 与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合作 可以提供更详细和个性化的投资建议 京都京都是日本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城市 旅游业发达 由于旅游需求 民宿和短期租赁市场相对活跃 可以获得较高的租金收益 京都是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之都 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以下是关于京都房地产投资收益率的一般情况 房价水平 相对于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来说 京都的房价一般较为稳定 然而房价在不同的区域和街区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租金水平 由于京都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短期租赁和民宿市场相对活跃 短期租赁可以获得较高的租金收益 而长期租赁的租金水平可能相对较低 投资回报率 由于旅游需求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京都的投资回报率通常较高 特别是在位于防华旅游区域的物业 投资回报率有望更高 区域差异 京都有许多历史街区和景点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 和投资回报率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 位于市中心和历史古街的物业 可能更受游客欢迎 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 需要注意的是 房地产市场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包括旅游业发展 人口流动 政府政策等 投资者在考虑京都房地产时 应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和静止调查 了解当前的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 与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合作 可以提供更详细和个性化的投资建议 特别是在短期租赁和旅游市场方面 福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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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九州地区的经济中心 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和旅游城市 房价和租金水平相对较低 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增加 投资回报率有望增长 福岡是日本九州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人口密集地区 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和旅游城市 以下是关于福岡房地产投资收益率的一般情况 房价水平 相对于东京大阪和民谷屋等大城市来说 福岡的房价一般较低 然而 房价在不同的区域和街区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租金水平 福岡的租金水平相对较低 尤其是相比于东京和大阪 然而 随着福岡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增加 租赁市场可能有望提供一定的租金收益 投资回报率 由于福岡的房价相对较低 投资回报率一般较为可观 特别是对于位于房华商业区和人气旅游区域的物业 投资回报率有望更高 区域差异 福岡有多个区域和街区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 和投资回报率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天神和博多等防华商业区 可能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需要注意的是 房地产市场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 包括经济状况 政府政策 人口流动等 投资者在考虑福岡房地产时 应进行充分的市场研究和静止调查 了解当前的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 与专业的房地产经纪人和投资顾问合作 可以提供更详细和个性化的投资建议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上提到的投资收益率只是一般情况 具体的投资回报率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投资房产前 建议进行详细的市场研究和静止调查 了解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趋势和预期收益 此外 不同投资类型如公寓 民宿 收益率也会有所不同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和比较